刚才个别国家代表发言提到南海问题 联大本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合 但对于有关错误言论 中方必须做出严正回应 首先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为中国历届政府所坚持 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中国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 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此为名 损害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第二 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仲裁庭越权管辖 王法裁判 中方不接受 不参与仲裁 不接受 不承认 所谓裁决 也不接受任何基于 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处理南海问题 谈判协商 是现实有效途径 第三 任爱礁历来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1999年 非方一艘军舰 在任爱礁非法坐摊 其后多次明确承诺 拖走坐摊军舰 但24年过程 非方始终未能兑现承诺 近期 非方企图向坐摊军舰运送加固建筑物资 以实现对任爱礁的永久占领 中方坚决反对非方的侵权挑衅行径 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问题 愿就管控仁爱礁局势 与非方进行商谈 第四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不断取得阶段性进展 当前准则磋商进展顺利 已成功完成二读 进入三读新阶段 中国将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 加强对话 排除干扰 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推动早日达成准则 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最后 主意先生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和共同财富 保护全球海洋的安全稳定 推进全球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各国负有共同责任 中方愿与各方一道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加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努力 谢谢主席